我们所钓的位置基本上处于黑坑的中间位置 这里聚集了大鱼 小的鲫鱼相对会少一些 所以见到今天巨物开口不错 开始都在钓小鲫鱼的钓友 也开始换上了长竿大线 就因为我刚开始一来 小五就上了一尾大鱼 然后用了三根竿子都没有钓上来 也没有见过那尾鱼 然后紧接着东东阁那边又出了一尾17斤的青鱼 本来用4米5的小鲜肉 马上换成8米1 我也说是 你看这个鱼情就是这样 就是不能跟你多聊 多聊的话分分钟耽误我上大鱼青 它旁边8米1都敢用 你看它太不地道了 今天如果它不上个30斤大鱼青 它都不好意思收干 青鱼属于底层鱼类 菜花开的时节 温度还没有完全回升 青鱼的活力不是很高 吃食的力量也较小 所以钓友们需要进行线组的搭配调整 所使用的线组应该尽量地放小放细 可以让青鱼更容易地将耳料吸食进嘴 从而提高重鱼率 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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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鱼烧开来 我的天哪 炒鱼 炒鱼好一点 炒鱼 你要拿 你跟我这 是一个级别的吗 真厉害 好 好 可以 操尾巴都能操上来 好厉害 那是 追夜操鱼二十年 是啊 好厉害 新鲜很好 现在 就失而不得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一想 上一位我们失掉的那位鱼到底是因为这里有鱼鱼 对有鱼鱼 无青 应该刚刚的那个力道应该不是鱼鱼就可能是无青 对 所以我们今天奋斗的目标全部都变成大鱼 加油 我放声 放流 在气温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青鱼吃耳飘的表现为下沉后不再有第二讯号 羊杆时感觉像挂底形成了僵持状态 几分钟之后才开始见吊线慢慢地向外移去 钓友李建峰换上了8米1之后 种了一尾巨物 从六鱼的这些现象来看 非常像一尾乌青 你都不理你 我拉不过去 是这个不理你的这个 又毁了点窝子 这个人很讨厌 这个真不能怪我这个 这个我屏住了 等我一散来五斤 不可能 肯定不可能 你相信我 这一刻我等了三秒钟的 这一刻 地狱时间你先吃 哈哈哈哈 晚上生鱼片 地狱时间我先吃 天呐 小鲜肉套路太深了 套路太深 太深太深 算你的 跟它比重量是吧 能不能把它拉起十年一点 拉不起来我也是 这个绝对是不大的 一般僵持的状况 想必是钩已经稳稳地刺入了鱼的上唇 只要牵引时不急不躁 循着鱼游动的方向 使干的弯度保持在跑五线的状态 就不会跑鱼了 看你这条鱼先拉出来 先看看什么鱼 对啊你先拉出来看看什么鱼 对啊你先拉出来看看什么鱼 这样吧你看 这样吧 我先看看 我先起鱼 哇 大喜鱼 大喜鱼 天呐 哇 我太太太太 天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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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鱼 快点快点 小鞋肉给给给给 老大大家马上倒下来了 给给给给 大家玩一玩吧 快点 这卡绕了 我这错了 我这错了 我没错了 我这错了 不是真的跳不起来啊 这个头 这哪里跳得起来的 哦哦 这个说的是实话 真撬不起来的 我刚刚钻鱼我就知道 太稳太稳了这条鱼 十一鱼都被钓上来了 像一条龙 好帅啊 漂亮 好漂亮 我们像一条龙 他已经不再太快了 他将来说 太稳太挑战了 这里是吧 我的国家 不再太不再 这个人 怎么做 我没有看 你当首次的 你们看 我是在一条跟 你不听 Zither Harp 我只能带着三十斤的乌青梦遗憾地离开调场了